看一下这一个 它说乙醇 乙醇加氧气变二氧化碳跟水 它的燃烧热是A 这里一定要放E 墨尔要求就是1墨 碳的燃烧热C加O2变CO2 它是B 氢的燃烧热H2加O2变H2O 这是C 乙醇的墨尔生成热是多少 墨尔生成热是什么 就是它从元素态来 所以这个 乙醇它有碳 有氢H2 有氧O2 那墨尔生成热是多少 那既然讲乙醇的墨尔生成热 乙醇一定要1 所以2个碳 6个氢 所以这就要写3 1个氧这就写1 2 这一定要写1 好那题目已经告诉你 碳的燃烧热是B 氢的燃烧热是C 乙醇的燃烧热是A 那我们要学习这个DH的话 可以用什么 升升减反升 反燃减生燃 反件减生件 那题目是用反燃减生燃 反应物的燃烧热2B加3C 反应物的燃烧热减去生乘物的燃烧热 这样就可以送出答案了